好的 各位充滿大家好 我是財皮 好 今天是我們的聊天節目 所以開箱時間 好 今天要來開箱的是這個龍寶 我上次忘記把這個畫面放大了 所以有時候忘記請見諒 這個龍寶這個外面其實是有一個玻璃罩 那它有一點點的小灰塵 以前會有很多灰塵 但是因為我現在這個是有一個玻璃櫃的 所以之後就會比較好清理了 這個是可以打開的 那它裡面是一個像這樣子的底座 它這個底座也是可以拿起來的 那它這個就是一個部落衝突裡面的一個格子的單位 就是你知道這個地板的那個格子 所以這邊是一個這樣 它是可以這樣子給它放進去的 小心一點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龍寶 這個龍寶它的這個裡面的舌頭 也做的就是有凹有橫的這樣子 就是其實都很精緻 它裡面的東西都很精緻喔 可以看到裡面每一顆牙齒這樣子 整隻呢非常非常的俏皮 那這個也是比較不好拿到的一個商品喔 它是怎麼得到 它是在德國的時候 然後呢 怎麼樣拿呢 就是他們放在那邊 就是有好幾個玩偶 然後你可以選這樣 那時候我就選了一個這個龍寶這樣子 拿這個龍寶 好 在今天影片開始之前呢 先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就是XBB的YouTube頻道會員已經開始開放了 你可以訂閱我的頻道會員 那成為我的頻道會員之後呢 你除了可以得到XBB頻道會員的專屬貼圖 就是我們XTIN的圖案 有各種的 有著鳥的 有這個XTIN的 然後還有支持烏克蘭的版本的 然後呢 還有我自己在做的一個專屬的教學 那這教學影片呢 就是我以後都會為會員呢 來專門做不一樣的教學 就是其他人看不到的 只有會員能看到的 那第一期呢 我是先做了甜甜圈狗球 目前拍了三集 那會一集慢慢放出來這樣子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是不定期的 不過呢就是其他人都看不到 那目前呢 甜甜圈狗球的這個教學 是保證交到會的 目前也是大受好評重 所以如果你想要有興趣的話呢 趕快加入一下我XBB的頻道會員 那有些人會問說怎麼加呢 怎麼加的話呢 第一個 你要用電腦加 不能用手機加 我發現有的人說 他想加給他加不了 用手機是加不了的 然後好像有部分的地區是沒辦法加 那這我也沒辦法 但是如果你是用手機加不了的話 你要用電腦加 然後會在這個畫面的右上角 這部分會有一個加入 就訂閱的旁邊就有個加入 那就訂閱 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什麼 今天呢 大家都知道了 早鳥拿到了FCC的冠軍 而且他們的對手 是我們這個世界強隊 對 Space Station 而且他們呢 在第一局的時候是落後的 他們打了一個14比15 14比15是差一點點而已 可是呢 他是BO3 所以數一局就是1比0 就是0比1了 所以後面就很難打 然後呢 完全的就是直接這樣 浪一罪二把他打下來的 那我們就邊拍這個三星畫面 我們就邊開始講 好 那首先呢第一個這個 這個早鳥他打的這個比賽 叫做FCC 法國盃 這個是每年都有的比賽 算是一個中大型的比賽 怎麼看是不是大型的比賽呢 我之前其實有在我影片裡面講過了 我們就是看獎金啦 獎金呢 總獎金超過500元的 我就把它當作是大比賽了 那這個總獎金是750歐元 那所以呢冠軍獎金是500歐元 現在早鳥入袋500歐元 非常非常的這個非常厲害 因為這500歐元 沒有金票嗎 大家會說沒有金票 這沒有金票 但是這還是一個非常大的比賽了 500歐元呢 在去年的插聽本隊 都是這個遙不可及的一個夢想了 我們去年我們成軍兩年 才拿到了好像200美元吧 總獎金就是成立兩年才拿到200美元 一直到去年的年底的時候 我們打了MSTRS的時候 才拿到了第一次的500美元 才會突破了我們的獎金池這樣 然後接下來今年就很快的 有Party Cup 然後ECL 然後又打了這個火焰杯 也有這個寶石 我等一下再跟最後跟大家分享 目前插聽拿到的總獎金 總而言之呢 這個其實都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在進步中 因為其實去年 我們根本就拿不到這樣的金額的 但是今年慢慢的 就已經開始覺得500歐元 還可以再更多了 還有點貪心的感覺 但是事實上 500歐元在去年根本都是 我們都是夢寐以求的金額了 所以恭喜照亮 那這個我這邊 其實我是整場都有在看的 相信很多人也都有看烏龜的直播 如果你想要看完整的回放的話 建議去看一下烏龜的直播回放 因為他當時的那個氣氛跟激動也是不錯的 但是第一局的時候烏龜那邊有點lag 所以你可以從二三局開始看 你只要知道第一局 我們是14星比15星落後 這樣就好了 所以建議大家去看烏龜的回放的 第二局第三局開始這樣 那我這邊就挑幾場來給他看了 那我自己個人啊 評價的話 我覺得這一次的那個 找鳥MVP我覺得是凱 我會給凱 MVP 第一個他三中三 第二個他其實他打的 他打的這幾場裡面 除了第一場出來 二三場都可以算是蠻不順的 就是中間都發生蠻多意外的 但是他都把他救回來了 我覺得這個救回來 在比賽中很重要 就是說對敵人來講 你也會覺得就是說 這樣也行喔 這樣也行那你要怎麼打 那個士氣上你知道嗎 士氣上會被壓著打 就是哇你這失誤成這樣了 然後你還是三星的 那這個隊伍要怎麼擋下來啊 那這種士氣上這整個就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凱的這個 這個應救的能力啊 非常非常的好 那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人我也想特別提一下 就安利 我們現在看著 這最佳進步獎好嗎 安利真的是 我覺得真的是最佳進步獎喔 這也是一些小故事的 安利的打法 他是一個個性上比較怎樣 我自己評價啦 就是比較慢熟的 他會 比如說大家在專演一個 如果一個新打法出來之後啊 會分三種玩家 一種就是新打法 我馬上就練了 這樣子喔 可能比如說Mini Mini就比較像這種 以前有一個新打法 他馬上就練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給他用了 比賽都給他用了 那我也比較偏向這種 因為我要拍影片嘛 拍影片就沒辦法這樣 那一般人啊 通常就是說 欸大家都真的有人打得還不錯囉 然後就會來試試看這樣子 案例啊 大概是偏慢的 就是所有人都在用了之後 然後他才會開始 嗯真的那麼好用嗎 我再看看好了 你們真的在 我再看看好了 最後面最後面 他才會開始用這樣 所以啊 其實我在我的影片裡面 其實也講很久 就是這個超法皮卡跟超藍胖 這個流派其實已經適合從屁股走 很久很久很久了 那我之前就一直在跟他們講說 你們其實試著從屁股打打看 但是安利他 因為他其實很早期的玩家 都開始玩了 然後他對於這個有點抗拒 所以他還是會想辦法從側面走 或者是用頭石先打大本 或者是用飛船走等等等等的 這一次他全部都是拚了 全部都拚了 這個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你可以說 可是過程中我也會有點擔心啊 他會不會一心啊 對可是其實說真的 你不 我現在看他這三場打起來 就很像是這個 比如說 Queen Walker的Stardust 打出來的這種這種節奏 感覺上 這就是高手會打出來的東西 嗯 我個人覺得啦 這個最後面的三星率 肯定是比較高的 而且他最後面這個細節 都不要慌掉的話 三星率跟 三區率很高 一星率也很低很低 而且你要想一下一個問題 並不是你從大本走 就一定不會一心 還是有可能會一心的 所以我覺得安利在這個比賽裡面 真的是克服了很多東西 我個人感覺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他之前我講很久 可以試試看從屁股走 但是還是有一點抗拒的感覺 那這一次真的就是把這個 我覺得心理上克服了 然後技術上也完全進步了 所以最佳進步獎 安利的這個 我覺得安利最佳進步獎 大家因為超藍胖 我們觀眾 超藍胖的觀眾 應該是蠻多的 我完全建議你們 就直接去學一下 安利的超藍胖這個打法 嗯 裡面細節 其實我在以前很多的 很多集裡面講過了 超藍胖的細節其實就是這樣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這樣 收尾不要慌 到大本的時候要留一些冰凍 好這邊也幫找鳥打一個廣告 我們現在X-TING找鳥呢 正在招生中 好以往呢 X-TING呢 其實做過了三次的公開招生 那這些招生呢 都讓X-TING呢 得到了還蠻不錯的戰力 而且這些戰力最後 對都成為了我們的 這個實際上的一些選手 譬如說武春 武春就是招來的 然後現在X-TING找鳥的 凱啊 XEN啊 這些選手 他們都是當初呢 參加X-TING的招募進來的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跟X-TING一起比賽的話呢 可以參加X-TING找鳥的招募 如何參加呢 就是要先加入我們這個 中文COC的這個Discord群 所以呢 影片的資訊欄 有一個如何加入 我們中文Discord群的一個資訊 你記得去加入它之後 然後點選XBB的粉絲身份 然後我們就會在女武神專區那邊 發布更詳細的招募資訊 好吧 那今天呢 繼續就來聊八卦了 我們上次有講到說 我要講那個老虎的八卦嘛 對不對 我們先我們這邊暫停 首先呢 這些資料其實全部都是網路上公開 可以找到的 因為他們已經吵到就是互相公開了 就是 就跟現在那個誰一樣 那個 那個 波特王 波特王的那種一樣 就是兩邊的人 就是直接就跳出來 在公開跟對方喊話的那種感覺 對 那我們這邊其實 算吃瓜吧 對 算吃瓜啦 就是反正在聊天這樣子 那因為其實 嗯 我也算是 也算是有 認識老虎啦 那我是希望他們這個 最後能夠散終是最好的 但是因為其實對於外人來講 我們說真的 沒什麼好 沒什麼辦法能夠幫忙的 那我們可以 但是我們可以借鏡 來避免 就是 有一樣的情況這樣 那事情是發生這樣子 就是 老虎是去年的冠軍嘛 那去年的冠軍 那獎金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那 呃 最後面 因為獎金錢很大 所以下來的錢也速度的很慢 大概半年之後呢 終於下來了 然後結果現在開始分錢 分錢之後 然後隊員才發現之後 怎麼分的跟我一開始想的不一樣 那這個東西呢 就 就跟所有的 這個所有的這種合約會 不是合約 所有的拆夥都很像 就是 有些口頭的部分的承諾 然後沒有寫進合約裡面 所以呢 這個口頭的部分就是 A去做A對A有利的解釋 B去做對B有利的解釋 我目前所聽到的 我目前的分析啦 大概是這樣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到 非常非常的 去了解到每個幕後的情況 反正呢 他們一開始是說 要分1比4比5 1比4比5怎麼分呢 就是管理拿1 然後老闆拿4 然後呢 隊員拿5 那5個隊員嘛 所以就是其實就是 每個隊員也拿1這樣子 所以1比4比5 其實這樣分法 你會覺得說 那這樣分法 你只要講好 其實就是蠻 蠻清楚了嘛對不對 就應該不會再有分錯了 其實像XTEAM 其實XTEAM更簡單 XTEAM就是 每個人拿評分 然後你聽起來會覺得 好像就是 好像就是非常的 公平了嘛對不對 但是其實 光是這樣子 還不夠 所以你們不管是 做生意啊 還是遊戲啊 只要跟錢有關的 建議你們大家都是 等他講清楚一點點 問題出現在哪裡 首先呢 管理拿1 然後隊員拿5 為什麼老闆能拿4 先解釋一下 老虎呢 是有薪水的 老虎隊員是有薪水的 像XTEAM隊員就是 打熱情的 XTEAM隊員是沒有薪水的 所以XTEAM隊員也分比較多 不用分老闆錢 就是我並沒有拿任何一分的 比別人多 我也沒有因為身份 身為隊長的身份 拿的比別人多 繼續看一下案例最後一場 我沒有因為身為老闆的身份 拿的比別人多 我也沒有身為一個 隊長身份 或者是管理的身份 那比別人多這樣子 大XTEAM就是評分 那他們呢 因為老闆有發薪水給老虎隊員 所以老闆呢 如果贏的獎金 就要分回的給老闆 簡單講就是說 如果他們沒拿冠軍的話 老闆會虧 他們拿冠軍的話 老闆應該要賺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他們一開始都答應了 所以1比4 1比5 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分到的錢的金額不一樣 差在哪裡 差在呢 老闆認為啊 這1比4比5啊 這些總金額詞啊 應該要先減掉他對老虎隊的這個基本花費 減完之後呢 我再分1比4比5 那老虎隊員當然是想的就是說 總金額就是1比4比5 就是分給你的 然後你那些基本花費呢 就是你投資給我們的嘛 你投資給我們的 所以你才有4可以分的 大概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部分沒有講好 所以就變成就各說各話這樣 那他的花費大概是多少 他花費呢 是19萬人民幣還蠻多的 這些花費大概是什麼 因為老虎有兩隊 這兩隊他們全部都有那個 他們的一些開銷啊 包含他們的薪水啊 然後他們去打比賽的時候 他們不是有一起在線上 揮舞那個中國國旗嗎 那大家全部都坐在一起嘛 對不對 這個很有幫助 但是那個飯店呢 是老闆訂的 也是老闆出錢 然後最後老闆說 我這個錢我要先收回來 然後呢 我們再來分獎金這樣 所以那我這邊就不 不評價說 我覺得說到底是 覺得哪邊公平 因為其實我覺得 1.11都沒有 因為其實只能夠 他們自己解決了 那觀眾呢 記得啊 這個是我們就聊天而已 所以你們想要評價 可以 但是你們評價之後 不要去跟其他人吵架 就在下面 你們想評價 我覺得這個是老虎隊員的不對 老虎老闆的不對 等等等等都可以 但是不要跟別人吵架 因為 還是那句話 你在這邊吵贏了 你沒辦法做任何事情的 1.11都沒有 所以呢 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 就是 所以我覺得 分錢的時候 尤其一開始 就應該要先把所有東西 都給講清楚 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如果一開始就講說 我這個1比4比5 是有沒有包含我給你的薪水 有沒有包含老虎的這個基本開銷 如果有包含的話 那對於老虎一隊的人 老虎二隊的基本開銷 要不要先扣 這個也是他們其中 討論的一個問題 那我是老虎一隊的 為什麼老虎二隊的 要我付這樣子 那老闆就覺得說 你們全部對我來講 都是老虎隊 你們不是一個隊員嗎 你們不是喊 互相兄弟嗎 那所以你們就 互相承擔啊 那其實這個算法 到最後會有很多問題 因為你比如說 那假設是2隊得了 1隊沒得了 那這樣子其實都會有一些 不管怎麼算 都會有點怪怪的 所以其實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 還是一開始講好 那其實像X-Team 我們在一開始 我們在講的時候 我今天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X-Team目前的一些成績 好 X-Team現在累積到6月呢 今年的 這個去年以前的都不算的 拿了Party Cup的第三名 ECL的第一名 那個Firefaria的第四名 Castle Cup的第一名 Master Series 這是我跟阿妍打的一個 那個大師賽 第八名 但是我們還多打了一場 那個表演賽 然後呢 MSTRX 我們因為有打進資格賽 所以也有一個 沒有名次 可是我們有獎金這樣子 總共拿到的獎金呢 前面的 這些小比賽 全部都是大概三千到五千塊 然後呢 Firefaria 這個是三百寶石 乘以五 然後 還有這個 Master Series 這個錢比較多 而且這個錢 是我跟阿妍兩個人評分 所以這個錢其實 也算是蠻多的這樣 然後再來是這個Castle Cup Castle Cup當然是最多的 三萬美金 然後實際到賬 是兩萬九千八百三十五點五七美金 因為他扣稅扣什麼的 其實扣蠻多的 扣了一百多塊美金 然後換成台幣 就大概是八七萬多 好那這樣的話 是我們XTIN的五個隊員來評分 那個XTIN第六人 非常感謝你的幫忙 但是XTIN第六人呢 沒有分到獎金 我知道大家都會問 XTIN第六人有沒有分到獎金 XTIN第六人有沒有分到獎金 XTIN第六人有分到我們的 這個精美隊伏 講到隊伏啊 隊伏之前有人 應該有人抽獎抽到隊伏 什麼時候會好 前七月初 六月底七月初的時候會好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這樣 所以呢 今年XTIN我也定了一個小小的目標 就是希望XTIN的總獎金 可以超過一百萬台幣 我們目前已經快要九十萬台幣了 希望可以再拿一個大一點的比賽的冠軍 我們就可以超過一百萬台幣了 那就是年收入百萬的電競戰隊 這樣聽起來就蠻帥的這樣 那這些錢呢 你可以看到我上面都寫結清了 對我們這些錢都結清了 結清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我這邊拿到 我實際上拿到的錢 不管他原本是多少 匯率多少 我拿到的錢是多少 我就直接除以五 除以五 然後就分給大家 那你不管你要匯款 還是什麼什麼東西的 手續費我會自己從裡面扣掉 譬如說有人在國外 希望我匯到國外 可以 但是國外手續費比較貴 我就要從那邊扣掉 我就直接這樣扣 那因為我們這個 沒有什麼管理的費用 隊長的費用 等等都沒有 就簡單 那只有一次就是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的那個三萬美金 這個獎金很大 所以那個時候我有問大家說 這個大家有沒有要一起出資 幫我們的找鳥兄弟們 買隊服還有運費等等的 然後我跟他們講說 那你們每個人出資多少錢 然後我說好 所以我就先跟他們談好 所以這基本開銷 要扣掉的這種基本開銷 我會先跟他們講 多少錢 然後就直接算公司給他們看 所以我就會一連串的那個公司 算給他們看之後 然後把他扣掉 算是一開始 我以前一開始就想說 我這樣是不是特別小氣 每個東西要跟他們算得很清楚 但是後來看到這個 老虎事件之後 確實就是還是小心一點比較好 並不是說 並不是說 兄弟之間要把算帳算得很清楚 但是 說真的 那萬一分出來的時候 覺得有問題 其實我也很尷尬 所以呢 就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還沒加到的 就是找鳥現在的五百歐美元 那這邊也是提醒大家 如果說 如果你說你們有在組這個 CLC戰隊的話 不管你們現在的實力如何 參加多少比賽 千萬不要放棄 不是千萬不要先 預想自己不會贏大獎 我們當初也不知道自己會拿三萬美金 所以還好 我每次打比賽之前 我都會先講好錢怎麼分 所以一拿到大額的時候 我也不會太慌 我就跟你們講 就是照以前的 就平分這樣子 好嗎 那今天的影片 就先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不想要把這個影片拉太長 那接下來 還有一些聊天影片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拜拜 請不吵 明天 Brad 你很喜歡 你很喜歡 請不吵 我們又跟我們